随着泰王对心宠提拉蓬的偏爱越来越明显 不仅让他登上王室海报 更是特许他开通了社交账号 当然提拉蓬在此前也有自己个人的社交账号 其中记录了他很多生活中的照片 随着他地位的升高 过去的旧照被一一扒出 实际上泰王的几个女人包括苏提达和施妮娜 在成为泰王的女人前都有各自的账号 只是其中有一些不移现在形象的记录 在王室的帮助下进行了保密和封锁 可是新宠提拉蓬虽然得宠 可距离王后贵妃还是有所欠缺 而他的社交账号也毫不意外被扒出 王室并没有对此进行遮盖 在他的账号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提拉蓬 相比在马哈身边时候的温柔娇羞 过去的他更加男性化 更加帅气 其中有一名女子和他亲密拍照 从学校到毕业 都是亲密搂在一起 他有着帅气的短发 另一个女孩则是甜美饭 社交账号记录了他们之间的点滴 或许是提拉蓬的假小子形象过于深入人心 加上泰国本就比较开放 如今被众人质疑提拉蓬是否是双性恋 过去和长发美人合影 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泰王的后宫之一 他过去的旧照和一位女伴有些亲密 而认识泰王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位女子 更多的可能是两人是朋友关系 不再有任何交集 也许没有那么多感情纠纷 而是提拉蓬攀上高知之后 不再瞧得起身边的朋友 但无论是哪种 他都将受到质疑 单纯的假小子是无法吸引到泰王的 更何况马哈虽然欣赏撒爽美人 可也爱希拉米这般美貌柔情的女子 而提拉蓬有着亮丽的容颜 短发达领带帅气十足 当穿上泰国传统服饰 一身白衣飘飘如仙子一般 超高颜值比酒主施妮娜胜过许多 素雅的白色搭配奢华的首饰 丝毫不显突兀 在传统服饰的衬托下 有了几分当年希拉米的影子 都是贫民窟出身的女孩 一跃之头便凤凰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这位平凡出身的漂亮女性 放弃了自己过去的关系网 一心扑到后宫之中 对于她幸运的是 马哈十分欣赏这种多变性的美人 既喜欢她的美貌 也能欣赏她的帅气 能够通过两面给泰王带来不同的新鲜感 这比自有端庄模样的苏提达王后 更加容易得泰王喜爱 实际上泰王有着二十多位后宫 可是没有哪位能给比苏提达更合适后卫 虽然颜值不够美 可她聪慧也勤勉 从在接待外宾时不敢吭声 到现在自信大方 如果不是因为马哈实在不够争气 只愿意在德国享福 或许苏提达会想成为一个名锤千使的王后 可惜的是她的丈夫不给她机会 只愿意和后宫们享乐 当国内民众不满的声音变大 行为越来越偏激的时候 马哈采取的不是改变自身行为 而是带着无数古董财物搬离皇宫 如今马哈的审美变化巨大 苏提达也毫无办法 只能眼看着新人高调受宠 就算提拉蓬有何不严 她并不是后卫 地位全看泰王对她的宠爱 丝毫不惧外界风雨 提拉蓬只是马哈后宫的一部分 或许随着泰王的宠爱 我们会陆续认识到其他人